哈喽大家好我是嘉瑜 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呢 我们今天来聊一个神秘的巫毒教 那以巫术为主的这个巫毒教 到底有什么恐怖之处呢 大家有没有听过巫毒娃娃 那巫毒娃娃呢 是在这个施法的时候 所需要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媒介 那原始的巫毒娃娃呢 是由兽谷或者是稻草编制而成 那每一个呢都是面目非常的猙獰 那加上呢神秘的仪式充满了诡异的气氛 所以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巫毒教呢 它就是个邪教 那巫毒法术呢跟巫毒娃娃呢 更视为是这个邪恶诅咒的代表 那在仪式中呢 他们会召唤邪灵以人偶当成 诅咒的道具进行血腥的仪式 巫毒娃娃的这个迷信的传说呢 就非常非常的多 那其中呢最受争议的部分呢 是因为呢多数举行这个仪式呢 都是报复伤害仇恨有关的这种仪式 那其实啊不是完全是这样的哦 因为呢在巫毒术中呢有许多 关于守护治疗恋爱幸运 驱邪等正面的相关法术 那因此呢发展出精致的手工制作的 一系列有主题跟内涵的巫毒娃娃 所以无论是何种材质做成的人偶 比如说呢纸啊蜡啦布啦稻草 他其实做出来的巫毒娃娃呢 他的功效都是相等同等 那以及呢还有不同颜色的人偶 他其实是可以达到不同的功用的哦 例如黑色呢是用于仇恨诅咒 绿色呢是用于金钱幸运 甚至于赌运 那粉红色呢用于爱和幸 红色呢用于成功魅力快乐 白色呢是用于健康和治疗 那黄色呢是用于驱血和友谊 那人偶呢他算是一种象征 在施法的时候呢 魔法师呢贯注了意志力量在这个法术里面 为了呢是让其意象呢 带来了驱使的力量 那施法者呢会将施法的对象 有关的物品呢进入人偶当中 那为了是增加他的模型 比如说呢他会在这个人偶上面呢 贴上对方的相片 那用对方的衣物啦 或者是这个布啦包裹着这个人偶 或者是在布制作上人偶 之后呢割缝塞入对方的头发和指甲 这些等等的 那其实啊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些方法呢跟中国的毛衫 倒数呢非常的相像 道士呢在草人身上呢写上深层资料 用剑去刺草人 透过法术直接刺到那个人的身上 让那个人呢可以感觉到疼痛 那更厉害的法术呢道士呢他可以呢把一个人的三魂七魄呢一一调过来 在这个僵尸道长林真一主演的电影里面呢 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剧情 所以这个乌毒娃娃的这个施术方式其实跟我们的东方的毛山倒数 其实是非常相像的 那乌毒树呢它起源于哪 它起源于非洲的宗教文化传统 主要呢分布在加勒比地区 美国南部和拉丁美洲等地 在乌毒教的信仰系统中呢 因为地区文化的不同呢 它有着多样多种的一个形式 乌毒教呢信仰的核心呢 是对祖先与死者的崇拜 以及自然界万物皆有灵的相关的信仰 以及咒语和符咒的使用 仪式以及朝药和药草的使用等等 好 乌毒树的信仰仪式呢 会因为地区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那这一集呢 我其实呢是要来跟大家详细的来介绍 我们乌毒树的起源信仰仪式和它的文化背景 那乌毒树的起源呢 是起源于非洲部落文化的巫术发展而来的信仰体系 在17世纪随着大规模的奴隶贸易 许多非洲人呢被带到了美洲 他们将自己的信仰和文化带到了新的大陆 在这里呢 他们的信仰体系逐渐与当地的宗教和文化相融合 那乌毒教的信仰呢 其实是非常多元的 它的信仰系统呢 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对祖先和死者的崇拜 在乌毒教的信仰中 祖先和死者呢是非常的重要的 乌毒树的教徒们认为 祖先和死者可以带给他们力量和智慧 因此呢需要尊重和崇拜他们 在一些乌毒教徒的仪式中呢 他们会通过祭祀祷告 与祖先进行沟通 来表达他们的敬意和崇拜 那再来呢是咒语和符咒的使用 在乌毒教的信仰中呢 咒语和符咒的使用非常的重要 因为乌毒教徒 他们相信这些咒语和符咒呢 是可以引导他们的意识和力量 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目标 那在一些乌毒教徒的这个仪式中呢 他们会使用各种各样的咒语和符咒 包括了绘画雕刻刺青等等 那这个与东方道法在使用的符咒呢 是一个相同的概念 运用自身的灵力 达到驱动神灵的力量 仪式呢在乌毒教的信仰中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乌毒教徒呢 他们相信宇宙存在着一个无形的精神世界 透过这些无形的精神世界呢 他们可以获得智慧和力量 以及呢与祖先和神灵的沟通 那在仪式中 乌毒教徒呢 他们会使用各种各样的工具 比如说水晶球啦 符咒 魔棒等等的 帮助他们呢 进入精神世界呢 并获得神秘的力量和智慧 再来草药和这个毒药的使用呢 在乌毒的信仰中呢 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哦 乌毒教徒呢 他们相信这些草药和毒药呢 可以帮助他们更快更深入 在仪式中呢 他们会使用各式各样的草药和毒药 例如阿约瑟酒 荷兰咖啡 海洛因等等的 那么以上的仪式在执行的这个巫师啊 在乌毒教中呢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他们通常呢需要特定的训练和这个资格的认证 那他们的仪式中呢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除了这些之外呢 他们还要再帮助其他的教徒和神灵沟通 以及呢获得智慧和力量 所以巫师呢 也可以为其他的教徒提供咨询和指导 也帮助他们再理解乌毒教的仪式和意义 在于我们东方呢 等同于基同或者是神职人员的这样的角色 在乌毒教中呢 他们有特定的节日和庆典 乌毒教徒呢通常会在特定的日子里 举行节日庆典 庆祝和纪念特有的事件或者是神灵 这些节日和庆典中会有仪式 祈祷 歌唱 跳舞等活动 让乌毒教徒们可以在欢乐的气氛当中呢 更深入的理解乌毒教的信仰意义 乌毒教的历史呢 其实可以追溯到几世纪前的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他们的黑奴呢 将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播到美洲 以及呢 乌毒教中的一些信仰和仪式 他们在这个美洲的殖民时期呢 乌毒教徒曾经遭受迫害和歧视 也因此呢 被视为是邪恶的魔法代表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 乌毒教呢 开始在美国兴起 并逐渐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在现在的社会呢 乌毒教已经成为一种受欢迎的信心宗教和文化现象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信徒和追随者 乌毒教在现在文化中出现了很多的代表作 例如电影啊 电视剧啊 小说和音乐等等 那这些作品呢 帮助了很多人 更好的去了解认识乌毒教 乌毒教目前的现状 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 多样化和分支众多的一个宗教体系 在不同的乌毒教分支 可能有不同的信仰和仪式 那在现在的社会中呢 乌毒教徒呢 可以透过网路和社交媒体等平台来交流 以及分享他们的信仰和仪式 那有些乌毒教徒呢 他们也会参加各种的活动和聚会 以建立社交圈和寻求支持和认同 以目前的整体来说呢 乌毒教呢 是一个神秘而多元的宗教信仰体系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信徒和追随者 虽然乌毒教在过去曾经遭受到迫害和歧视 但是呢 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认识与接受乌毒教 尊重和欣赏他们的信仰 今天呢 嘉宇跟大家分享乌毒教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